社会消息持续来关心 食药署之前就公布了 曾经使用非法药物的最新推估人数 竟然超过20万人 而其中高达9成都是年轻的族群 警方是持续扩大扫毒 保三总店长就长期追踪了一名制度的老师傅 他有高端的制度基数 天道蒙还有竹联邦都想招揽 警方在这几个月 发现老师傅的活动范围改变 疑似是被重经理聘 直接进入了厂房 亲自指导学徒 铁皮厂房的铁卷门一打开 保三总队和刑事局的干员 统统一涌而上 警方迅速控制现场 起货冲锋枪和改造枪 还有制度用的玻璃反应符 保三总队透过化学原物料的进口资料分析 乍看之下都很普通也都合法 但有一只订货电话 进口大量原物料化学室写出来 就能合成ケータミン 五十岁的制度老师傅 有高端制度技术 竹联邦和天道蒙都想延览他 当然他也是警方长期追踪的列管对象 一改变生活范围 果然有异状 这一个制度的铁皮屋工厂 位在于新竹竹北市的一个交通要道上 往来的车辆非常的重多 而且车速非常的快 以至于我们在停车勘查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 老师傅被重金延览冒险进驻厂房 指导学徒 但早就被警方掌握跟肩 原料和半成品超过一千公斤 完工的不法获利破亿 幸好没有流入市面 欢迎新闻 红沛华 蓝宏志台北报道